你 你刚打盒球回来吧 我给你做了蛋炒饭 要不要吃 你先进去吧 今天怎么那么闲啊 有什么事吗 不是你说的吗 每周六来给你做炒饭 这周过得好快呀 正所谓光阴四溅 日月如苏 心情不好啊 大早上的 没有 好 味道还可以啊 今天我可以多做点 那个上次我们在公司 交流得不够清楚 其实我是想 我说过 恩义的事情不需要你藏心 我知道我帮不上什么忙 可是我 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的 那个 我 我知道了 你安排去吧 五分钟之后 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出发了 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很忙 那不需要你帮忙 我有五分钟的时间吃饭 给你十分钟时间 把你的事情说一点 五分钟 就五分钟 我的漫画第一次在这个级别的杂志上刊登 就像你说的 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看了不许生气 因为这个漫画本来就有点夸张 你不要过度解读啊 那你继续吃吧 潞泰 你慢慢吃 工作要紧 嗯 姐姐 小老板 恕我直言啊 小老板 不恕 你恕不恕我都得说 小老板 你这种喜欢人的方式 是不是略微有点特别啊 有话直说 你是喜欢施小念 没错吧 如果我没瞎的话 你瞎了 我瞎了你还让我开车呢 那你说你别扭我什么劲 你直接跟他说呀 说什么 说你喜欢他呗 你可真够无聊的 这有什么无聊啊 男婚女爱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你这么快就懂得男婚女爱了 我是在说你们俩 又不是在说我 而且小老板 你不跟人家表白 怕失败 这我都能理解 但你不表白 你也别找事啊 你老跟石小念杠个什么劲啊 人家这边 刚把热脸贴上来 你这儿啪唧 给一了 冷脸 为人做点事吧 你还不让我说 真是憋死我了 也不希望他做什么 他做不做 那是他的事 但是你为他做了这么多 你得跟他说呀 他也不需要为我付出什么 那你到底准不准备去啊 去哪儿啊 他没跟你说呀 石小念 你自己惹的祸你要负责 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啊 你老人家去那个工屋家吃了一个饭 然后就回来了 谁去接不谁去啊 我去还是你去啊 还是白雨去 你自己一个人实验两个角色是吗 你自己也是够做烈士吗 你呀 不是 不是 这不是 工屋真的很忙 而且 他一副这个刚睡醒的样子 我也不敢问他呀 要不然丸子 其实不必要非得这样 咱们就跟编辑说一说 就取消了算了 然后你就跟他说 我病倒了 很严重 严流行性感冒 你最好说你病逝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咱们呢不需要非得这样 就正常发展也挺不错的 我呢会努力画画绝不脱稿 光连载其实也能达到不错的反响 也不需要非得 随便你吧 闭光动动以上 我是推不动你啊 我已经被推倒了 丸子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这漫画梦想的 而且 我已经在你们两个的帮助下 唤起了第二春了 你去不去找跟我 不去啊 不去我自己去 不行不行 丸子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一根筋啊 我一根筋 石晓涅 这怎么办 你节目谁去啊 非要说办法 我倒是有 婚娜 你说是找其他 的小白脸代替公欧 找一位年轻有为的老板来替换公欧 这样也不会影响到 想念漫画的气质 而且很少有人知道 原型是谁 不会细究 比较好糊弄过去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 可是 咱们上哪儿吵 这种年轻有为的老板呢 再说我们俩是 一考班同学 又不是总裁班同学 我再想想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个忙 放心吧 我们肯定会根据你们的建议 尽快的更新系统 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性价比 相信在产品推出的时候 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相比N1 我们沈总这次 更看好你们凡胜 那些传言 沈总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尽快把合同签了 好啊 来 来 快 对了 施小念的那个采访是什么时候 下周二下午三点 肖老板 我看你还是伤心了 那我把下周二下午时间空出来 不用 既然他没告诉我 就说明他应付了 好了 陈总 等你好消息 好 有什么办法 好 小鸥 好久不见 没关系 我不着急 二位慢慢聊 聊完了 沐先生 这次你能帮我 我真的挺开心的 我很感激你 但是我还是不太想麻烦你 不想耽误你个人的时间 坦白来说 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是件麻烦的事 其实今天这活动 我已经打算要推掉了 不管你觉得麻烦不麻烦 你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 不过我依然很感谢你 你干什么 广告呀 你看 这什么广告 照理来说 主办方在开始活动之前 都会提前做一些营销 这很正常 不是啊 这广告已经发出来 根本没有办法回头了 你知道吗 知道吗 石小年 他不是想取消这场活动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 跟主办方那边沟通呢 他们就已经开始宣传了 现在要打电话 过去跟他们取消的话 肯定要按照合同 赔偿一大笔违约金 这件事情 无论是对你 对你的工作室 还有你新发行的漫画来讲 都是件好事 为什么要推掉呢 我觉得 你实在是没有必要 因为什么事情 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办呀 丸子 你没事吧 我 我 我 这个主办方 真的是神助攻啊 什么意思啊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们已经把广告发出来了 如果想要取消股动的话 只有我陪先一条路了 停下来